我们今天主要介绍 像事后诸葛 马后炮的英文 为什么跟周一早晨会有关系 不过其实主题不是这个 主题是呢 总共有17样 美国人说的东西是 非美国人本身听了会觉得 我喜欢这个expression 学起来 学英文的重点 可能就把这个当成重点抓起来 所以有17样东西 是其实我们也有在用 透露一个给你听 piece of cake 我们说这很简单的一件事 a piece of cake 这就包括在17样的理念 那剩下16样是什么呢 就有这个标题里的 事后诸葛 马后炮其中一个 来吧我们往下看下去 所以第一个呢 他说的这个是 hang in there 这个的确在口语的英文 很常听得到 什么叫hang in there 这个hang是挂着 就像挂在咸崖上那种挂着 所以啊撑住啊 不要掉下去了的那种概念 所以这个英文叫做hang in there ok 好所以这边就的确有 像他说这个喜欢的人呢 他说他很喜欢在他 这个expression 在他脑袋里面 创造出的一个画面 so because of the imagery it creates in my mind 所以他就可以picture他自己 picture myself hanging somewhere until I'm attended to 知道他有被处理之类的 好 第二个叫做guilty pleasure 这个词我很久没听到 不过我觉得这个词 我个人也很喜欢 guilty是有罪恶感的 而pleasure则是愉快快乐 什么叫做有罪恶感的快乐 就是像你说啊 我是正在减肥减重 希望可以有了六块鸡 six pack之类的 但是偶尔我还是可能 啊这个蛋糕啊 千层派啊 这个波士顿派什么的 或者是cheesecake 忍不住还是吃一下 所以吃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有罪恶感的快乐 我们就叫这个东西guilty pleasure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矛盾的一种羞耻的方式 不过还不错 好的第二个 第三个不好解释 hella hell是地狱 加个a在后面在干什么 一个不同的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hella 就是hell of a 这样合在一起 我打出来给你看 hella 所以它会变成 hella 中间是不是e 总之这不是一个字 我怎么打大概不对 那什么是hell of a hell of a 这都是可以拿去 去做这种emphasis 能够强调东西的一种 语助词 我们说它是 大古祥平是一个很棒的棒球员 so he's a great baseball player 这样讲当然没有错 但你就可以把那个 great变成是一个 跨式的方式 把hell of a 丢进去 so he is a hell of a player he is a hell of a player so hell of a hell of a 走久了就变成一个 不是存在的字 其实 ok hell of a 那如果把那个hell of a 再把它变短一点 就只有hella而已了 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跨式东西 说一个东西 很怎么样 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说你 一个东西很棒 除了你讲 it's good 你可以说 that's hella good it's hella good 加一个hella 有什么意义吗 就没有 就是一种强调句而已 这样子 ok强调的一个语助词 我会觉得在 大都市好像比较少听得到 这个似乎在美国南方还是哪里 好像比较多 但don't call me 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事后诸葛 ok 来 我小心按到我的灯 来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quarterback这个字 是美式足球里面的一个位置 它叫四分位 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乐团 叫四分位 那quarterback就是收球 然后 就是他然后接到那个球 有没有 然后他可以选择传球 或选择自己跑 所以传球者 四分位 那 这跟四后诸葛 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 把它讲清楚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 每次足球这项运动 他多半在礼拜天 的晚上 会转播 转播他当天的一个比赛 所以很多人 礼拜天晚上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家好好的看一场football 所以他叫做 sunday night football 会在这个电视上看得到 那所以你就知道了 礼拜天的比赛的结果了 然后到礼拜一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或者说那个什么怎么样 主要那个传球什么 开始批评有没有 所以你就是一个礼拜一早上 才变成四分位的一个家伙 所以这有点 还有另外一些词 像包括有armchair quarterback 所以armchair 我们有时候讲是键盘打人或之类的 ok armchair就是那种 舒服的那种椅子 所以那种椅子上还有那一个扶手 有没有 所以坐在那边 然后手放在扶手上爽爽的 然后在那边到处批评事情 这样子 ok所以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大家还可以理解 所以 这就是 马轰炮 所以 那个play搞砸了什么 fumble了一球 什么这些的 你很会讲 但都是礼拜一早上 才在讲 你为什么不能事先讲 我怎么干嘛 所以这个 这边说 I always have a good answer for every problem everyone has after they have solved it 所以 每个人拥有问题 我都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只要在他们解决之后 我就有很好的答案 ok 来 所以这种一下看 这个片语呢 可能也是没那么好懂 That idea has legs 所以有个idea 这个idea有脚 有腿 idea有腿 是什么意思 会跑吗 简单的说 就是他 他未来还有 有机会成功 他会持续 因为有腿就会动 然后他还有 未来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就说 这个idea有腿 这样子 ok the idea has legs 很生动的一个片语 说实在 你看 好下一个 下一个 其实我很想把它当标题 但没有 那翻一下他的意思 squeaky clean 我们中文有时候讲说 这一款洗 洗面罩 这一款洗衣服的 洗衣服的可能不行 洗面罩可以 或者洗身体的一种沐浴乳 你可能说我喜欢他 因为洗完之后会让你觉得鼓溜鼓溜的 好 那个鼓溜鼓溜的 我们大概就可以用 squeaky clean来当作英文的翻译 其实 ok squeaky clean 所以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我喜欢鼓溜鼓溜的干净 squeaky clean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也很久了 说实在 这个在20多年前 我在多伦多已经听过了 squeaky clean 好 squeaky 就是很干净会到 所以你 刚讲的是身上 就是你如果今天在帮你的地板打个蜡或之类的 打完蜡之后 你的手在上面都会卡住 有没有 就会嘀嘀嘀发出声音的 squeaky clean 好了 大概OK了 下一个 这很简单 have a nice day 我觉得不用解释 所以这也是非美国人喜欢的一句话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a piece of cake 不用讲 这就是很简单 break a leg 这什么东西 把一条腿打断吗 不是 这个东西是助人要表演顺利的 ok break a leg 所以你要上台咯 还剩五分钟上台 五分钟到了 我要上去表演了 我可以break a leg 祝你表演顺利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片 知道就好了 下一个 这是很口语的 你 我听你在画胡蓝 听你在画后蓝 听你在那边 你要确定呢 听你在骗笑 这个英文叫 you're bullshitting me OK bullshitting这个字 没问题 狗屎之类的 you're bullshitting me 这是很常听到的一个片语 这几个很简单 那下一个大概 要了解一下 take an L 什么叫take an L L的意思 相对的就是W ok got the W 什么是got the W got the win 所以你赢了就win 输了就是lose loss 这样子 ok 那名词loss 所以说 你要是承认失败 那就是take an L 所以这里讲take a loss ok 好 所以 要是今天 有一个状况很糟糕 已经不太能挽救回来了 那旁边的人可能就劝你 好啦 算了啦 这一场就当作认输了啦 所以下 有机会我们可能再逃回来 let's take an L 这样子 ok 那我们take a win 不太有 因为这个多半是来劝人家 放弃投降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说 啊 好啦 take an L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也跟他 算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叫做take a knee take a knee 那knee是什么 膝盖 什么叫做take一个膝盖呢 好 这个是拳击用语 就是你在一样 是一个 你可能有点不太favorable的状况 你在处于落后啦 或者是 落后ok啦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 可能旁边的人就劝你说 哎 好啦 你就先take a knee 喘息一下 然后 明天再战 或之类的这样子 到底什么是take a knee 好 简单的说 在圈击里面 你跟人家打打打打打打 哦 结果你身上承受的这个痛苦越来越多 又中了一拳脸 中了一拳肚子之类的 中了一个负拳肝脏攻击 开始觉得有点撑不住 那可能这个时候 说不定你就可以 技术性的 就 跪下去 然后就是当作被击倒一次 因为被击倒的状态 裁判会数到十嘛 那你在数到十之前 只要站起来 你就可以继续打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趁机 干脆就技术性的 休息一下 虽然说被击倒 你就会被扣一分 甚至应该是两分 所以就是十分是很严重的 因为一局满分就十分 那多半就是看谁在那局 比较有优势 裁判就会给他 评审就会给他十分 那比较没有优势的那个可能就会被凭九分 所以等到十局 如果是十局的比赛 全部打完的话 可能就差距会有十分之多 如果一直是十比九 十比九 十比九的话 尤其是如果你在这一局被人家击倒一次 你可能就不是只有得九分而已 你会得八分 所以你在这一局就输了两分了这样 那然后你站起来之后 可能觉得很不爽 哎呀我被击倒了一次 你就往那叽叽揍一圈 然后裁判就 不对不对 你这样不专业 再扣你一分 所以你这一局可能就是十比七 你就已经输了三局的分数了 相当于等同输掉三局 所以这很严重 所以take a knee是一个 可能对有的人来说 干嘛 干嘛这样子 故意倒下来一下 可是你可以在这 倒下去的八秒内 因为数到八裁判会问你说 你会不会继续 然后你就拳套举下 可以继续 然后他就会再继续fight 可是你就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你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没有关系 take a knee 所以他take a knee 不是整个两腿跪下 单膝下跪 所以你就跪个单膝 然后就开始喘息一下 裁判就是one two 然后你就跪在那 喘息一下 数到八站起来 然后继续打 说明这八秒就可以 让你catch your breath 说不定你就可以来一个comeback 这样子 所以take a knee就是一个 跟take a loss 你看有没有点像 take a loss就是 好了 这场成人失败了 而take a knee是还没有失败 take a knee只是技术性的 给自己点喘息空间 休息一下下 可能呢 就像一个谈判 谈得不太顺利 然后说不定三方在谈 那你目前这是弱势的一方 你可能就会说 好了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谈下去好不好 让我们回家再开个会之类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take a knee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理解一下 所以这并不是求婚 你可能会想说单膝跪下求婚 不是 OK 好 再来下一个叫under the weather 那什么叫under the weather 这个是在描述人的状况 OK 所以要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你打电话给老板 你可能 可能我们台湾同学会想说 Oh I'm sorry boss I'm sick I'm sick today 没有人会这样讲 OK 一般来说你要讲的客气一点 让老板觉得你有求于他 讲的有点这个礼貌一些的话 我们通常会认为 一个语言精妙的部分 就是把这种话讲的越长 好像越有礼貌 老板不好意思 我昨天有点吃坏肚子 然后今天早上 花了半个小时才从床上爬起来 实在有点起不来 你可能会觉得 你们讲那么多话 表示你好像还OK 没有啦 你要装虚弱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总之讲到后来 可能今天不能去上班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片语 I'm feeling a little bit under the weather OK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是天气 你被一个天气给盖住 笼罩住 然后身体不太舒服 总之就是说不舒服 就是有点生病的意思 OK So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好 所以学起来这样子 under the weather 下一个 叫做rain on somebody's parade parade是游行的意思 那rain是下雨 游行遇到下雨 会不会是好事情 当然不会 一个游行遇到下雨 当然就不开心 观众可能都拿起雨伞 或甚至不看了 走了 可是游行得继续 所以这一般来说 就是这个常常会是 拿来道歉的一个词 你知道吗 就是不好意思 必须在你的游行中 给你下点雨了 但是我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这样子 OK 像Liu说好了 假设今天你因为 升职的关系 你被老板promote 然后你就觉得 来晚上我要 带全家人出去 吃一个大餐 这样子 结果你的 结果你的儿子 突然间跟你说 老板 不好意思 I'm sorry to rain on your parade 可是我明天要请我靠 所以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就好了 所以就让这个事情 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感觉了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叫做 rain on somebody's parade OK rain on somebody's parade 下一个叫做 thoughts and prayers 然后他那个夸后面 还写着 used ironically 什么意思 这个是很多美国政治人物 会挂在嘴巴上的一个东西 thought就是想法 意念 那prayer是祷告 所以prayer 加了er 不是不见得一定是变成人 你可能会想说 prayer 是祷告的人吗 不对 prayer就是祷告词 这样子 所以像有一个词 叫做主的祈祷文 主的祈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声 愿你的国领导 愿你的执意得逞 什么 我比较会被台语版的 其实 所以 然后当然这原本是英文版的 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 就好像我们念 那个金刚金户之类的一样 只是他绝对没那么长 这样 他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祷告词 那那个英文就叫做 the Lord's prayer 所以prayer就祷告词 总之是 所以我们的意念 跟我们的祷告 干嘛呢 所以正是 我讲这个phrase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 总之就是我们支持谁 我们的thought and prayer 是跟着这个 罹难者的家人之类的 so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y 这样子 ok 那但是这个用久了 听起来就非常的 沉枪乱调 ok 所以他后面才会夸号说 这个通常有时候 就是拿来 有点讽刺人在说的 这样子 对啊 对不起 例如说 你要跟你道歉 有什么道歉 可以拿来这样开玩笑 然后你说 我的狗死掉了 这样子 那你虽然 或者不要 狗可能真的很严重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 养了一只小老鼠 白老鼠 我们不能因为 宠物小只一点点 就好像变得比较不严重 I don't know 好啦 今天有一个人 把指甲剪坏了 好不好 剪得太深了 那个肉很痛 然后你就跟他说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you 哇 他就觉得很酸 有没有 ok 所以thought and prayers 这个 很常在真正人物 嘴巴里面出来 下一个 take a chill pill take a pill 没问题 就是吃个药丸 加一个chill 基本上就是冷静下来 对 这就是在说 啊一个人正在发飙 或者干嘛 你就说 come on man take a chill pill 大概就这样子 take a chill pill ok 最后一个 哎还有没有 倒数第二个 couch potato couch potato 这个应该很简单 沙发马铃薯 大概不用讲 最后一个 ride the shotgun 虽然说我们在 我们的频道常讲 可是我知道 有时候会有新观众 所以我们还是把 这个ride the shotgun 说一下下 ride the shotgun的意思 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 坐在右边的 那个副驾室 那这个多半是 大家想要坐的位置 有时候塞在后面 不见得很舒服 那前面的那个副驾 至少是一个 很完整的单人的座位 所以大家就想 都喜欢ride the shotgun 这样子 那shotgun一般来说 是散弹枪 所以这个expression 为什么是散弹枪 我个人有一个 我自己以为的解释 就以前是马车 那守马车的那一个人 前面可能有一个 拿鞭子的 那在控制马车的 那旁边有一个 保护这个马车的人 手上拿着一把 散弹枪坐在他隔壁而已 好像有这么一个画面 这样也可能是我乱讲的 Anyway 好所以这个 ride the shotgun 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这样就是 There you have it 17个 非美国人喜欢的 喜欢的一些美国人 会使用的phrases 听一下下 学点什么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